每一天我都抱持著一份盡心盡力的心情 來面對我最愛的工作 也因此 好 歡迎上了職棒新兵周思琦 周思琦上來代打 周思琦這位職棒新兵他是和莊弘亮一樣八月中旬才退伍的 他在過去也出賽過有兩場的比賽 一場代打並沒有能夠建功 那接下來他還先發了一次 上來打第一個球 結果雷手這個球彈跳之後並沒有能夠接場到 今天球季結束我就要卸下球員身份 然後要跟球長說再見 二壘手 馮盛賢 彈跳之後並沒有能夠接到 對 馮盛牙的第一支的安打了 那這個球呢對他個人來講格外的具有經驗價值 所以也是球隊呢 比較偏低的 現在是2號3塊 這個球打了接著又外野放下 帶大的滿冠全雷達 球數的精心之下這一回被他給逮中了 將比數拉開到了9比3 這個代打換得真的是沒話講 真的沒話講 因為今天成員甲其實不是打不好 他打了兩支安打 小細節 但是事實上也就是一種彼此 選手跟教練之間的互動 你見得代打滿冠 代打滿冠 而且就算你有帶那個 哇 現在來看到這一球 最後是飛到在右外野方向 最後也出去了 在第一局呢 是出現了兩支的陽春炮 所以現在兄弟取得了2比0的領先 08年那時候的台灣的假球風波當然是 影響台灣棒壇 或是整個社會是非常大的動盪 然後我也被捲入到其中 當然那段時間是 我個人是很辛苦沒有錯 我相信 在這個產業內的人會更辛苦 因為 他們是 沒有辦法把他們的苦楚去跟人家講 那我是有機會的 那當時的台灣的幫球環境 就是這樣 會比較辛苦一點 我當時的 牧師 然後他就有跟我講 因為當時也是求助無門嘛 對未來的那種 那種方向是沒有著落的 所以是很徬徨無助的 所以就 我們牧師就尋求牧師的幫助 他一直在跟我講 一直在鼓勵我是說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 你這個人成就於的價值 而不是在於那個價格 當我們一直糾結在於那個價格的時候 你會失去你對價值的追尋 所以這句話它一直有影響到我 所以我覺得 要努力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 然後這也是我一直 這十幾年來 在球員生涯 也是一直在努力的 我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 有價值的球員 它並不僅止於是在技術上面 或者是數字上面 它能夠在 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能夠發揮它 這個球員它能夠發揮的影響力 我覺得這是 當時的牧師他給我的影響 那當然 時空的背景不一樣 但我覺得 當時的過去的記憶 也是我們不可以忘記的 因為那是一個很沉重的記憶嘛 如果可以 所以我想用我的方式來跟大家說說 那一段過去我覺得很值得 很值得大家去 除了省事以外 然後它也可以當作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借鏡這樣子 歡迎 提供前欣賞 沒錯 你看 剛剛 嘗試 看看 背景 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为我参与过台北棒球场 其实我看到台北大巨蛋这样子盖好 反而会让我想到过去的台北棒球场 可能很多很多球员或者是很多球迷你们都忘记了 但是在那个球场它发生过很多次的战役 如果可以在台北大巨蛋隐退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我觉得因为台湾的棒球或者是台湾的场馆 经历那么多年 就是这么多的人或事情这么辛苦 然后才从台北棒球场建好 一直到现在把台北大巨蛋建好 我觉得它是一个 我们这段过程 中华职棒以及台北棒球场已经 台北大巨蛋 这35年来共同一起吸收走过来的 那我很荣幸我可以参与到这个过程 所以我如果可以在大巨蛋退休的话 我会想讲一些过去台北市一棒球场的故事 台北棒球场一直到现在 那个水泥地一直变到现在 有椅子有人工草皮 然后也没有臭水沟味 还有冷气吹 还有这么大的萤幕可以看 就可以借我的影片来让大家进来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让我们一起来说说过去的故事这样子 两好一坏打击出去穿越了左半边 周董 周思琦 现在达成了职棒下来的里程碑 个人的第一牵制安打出现在了棋局上半 这一棒当然了 利门仙教练也把这个球要回来 公司现在是有打成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没错 这一球周思琦逮中了 要看最后是一支再见拳雷打 而且是一支再见满罐炮 三支再见拳雷打 第一支的再见满罐炮 所以今天以忠信兄弟来讲的话 确实在比赛的后半段 展现很好的一个韧性 而且真的没有猜到 其实是蛮会打的 蛮会打霸人的球 两好一坏的情况下 这一棒送到了又外野方向 看起来距离是够远了 上开台了 三分打底的拳雷打 能够背号隐退 我当然是希望可以隐退 但是我觉得我要够格 所以我要 两次的这次道理我想要完成 因为能够达成千安百红百道的选手 在中华职棒才八个 所以三十五年来才八位 那我觉得我很想进入这个门槛 然后够格让这个背号退休 中华队的好机会 这一棒中间方向 有了 有了 春月安的 三三方式回到分里得分 中华队太拖了 太棒了 三比二 连三抓到 我们也会连三拉三 不是只有日本都会连三拉三